大家好 我們在淘寶網買了東西之後 怎樣去跟進它 去查案它 其實它會將你買了的東西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去告訴我們 很詳細的 我們怎樣去看它 我上一次買了那塊布 我看看那塊布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開啟淘寶網 我們找淘寶 淘寶就找這個 不要找LITE香港的那個 找這個 這個是國內版本的 開啟它 開啟之後 我們第一個看 我的淘寶 右下角 在這裏 一欄裡面有很多東西 包括你扶款尾等等 從你開始落單 一路到你收貨 整個流程 它都會顯示出來的 現在我們看到有個字 那個代收貨 這個就說 已經是到了目的地 讓那個購物人去收貨 我們開來看看 代收貨 它看到 看到 這個是我買的物品 買的物品 這裏裡面 我們要看茶漢物流 有沒有看到 茶漢物流 這個茶漢物流 我們看看 在底下看到 這個是一個整個流程 裡面 它都會有看到的 昨天 幾多點 幾多分 到達哪裏 去到哪裏 這裏很詳細 由 8月15日開始 二發貨 一路一路一路 山東 廣東 廣州 龍桂 來到尾 今天早上的1點鐘 到達了提貨點 等到拿東西 在哪裏提貨 上面有說 這個收貨地址 特別行政區 天水圍 你自己寫在哪裏 即是哪裏 你就自己看 這個提貨地址 其實 還有 在上面這裏 有一個叫做取檢碼 取檢碼 就是當你去到拿貨的時候 它會問你手機電話 另外你要顯示 給你一個取檢碼 它要跟回它的貨 來到去拿 這個就是在淘寶那裏 其實 你好像我現在半夜 我都沒有看這些 怎知道 因為它是會有訊息給我 我們看 我們現在回到 因為我收過有個訊息 才知道 到了 我們看看 這裏訊息 這裏收到一個訊息 在6點10分的時候 收到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它告訴我們有個訊息 因為你不是不停地看著 查詢物流 它一到 它有提到給你 這裏有提到 有這些內容 於是就可以去拿得了 這樣就完成了 整個流程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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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